同修梦到到了悉尼 师父右边一位师兄 师父右边是一位师兄 师父左边是这位同修 师父呢在中间和他们一边走 一起走路 这个同修边走边问 师父未来我能就到你身边吗 师父伸出左膀将 这位师兄涌入怀中说了一句 孩子回到母亲的身边 这是什么意思啊请问 缘分啊 前世肯定有缘分啊 然后呢 梦境一转 这位同修又问师父 那我的家人能到悉尼工作吗 师父说请你15分钟再来找我 请问师父这是什么意思 现在还来不了啊 没那么快 好的 这个还不懂啊 听话就听懂啊 好的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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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